前进包 前进包 等一下 前进包 岂有此理 简直是闻所未闻 我大秦恭敬 怎么可以让那些敌冗之人来把守 我大秦臣子又怎么可以让一渠人随意搜身 太过分了 我们手头的兵马都掉血平乱了 眼下这恭敬守卫之事 实在是捉襟见肘啊 这蒙将军啊 说得甚是 再怎么说啊 也不能让胡人在宫里胡作非为 这一眼望去啊 简直成了嫡容人天下了 甘乡此话不妥 不 义渠在先惠文王之时 就是我大秦的一部分了 此刻你张口胡人 闭口狄荣 岂不是要把他们赶出去 紧急军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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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太后 公子华 九和公子轩 公子峰和公子少官等八位公子 以奉惠后之命为由 欲禁逼咸阳 讨伐大王和太后 韩国关外的各国兵马 也与众公子遥降呼应 蠢蠢欲动 有魏冉在 我不用担心韩国关 模仿公子的兵马 离咸阳还有多远 公子峰的兵马进展最快 离咸阳大约还有五日的路程 诸位爱卿 你们看该如何应对 照理讲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但眼下咸阳空虚 实在兵力缺乏 是啊 对方人多势众 来势汹汹 我秦军缺兵少粮 这蒙虎他也挡不住群狼啊 臣以为既然是群狼来犯 就该先击退领头狼 公子轩在众公子当中 那是出了名的狂妄自大 需要好好教训他一番 虽说眼下咸阳空虚 但不该忘了 我们还有一支精兵猛将尚未动用 义渠勇士一贯是骁勇善战 忠诚于大王和太后 不如请他们上阵痛击来敌 义渠勇士 曾为国本归正立过大功 近日又协助守卫攻进备偿辛苦 俗话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义渠勇士的长处在于沙场征战 把守攻进的确可惜 义渠君 此番你若能战胜强敌 我后方自然无忧 太后放心 义渠人并不辱莫使命 白将军 朕派你为义渠先锋 协助义渠军作战 记住 一定要打腾他们 臣白起领之 那韩谷关的各国联军该怎么办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攘攘皆为力往 朱国的兵马 无非是为了利益而来 朱公子身后都有各国的势力 谋反公子能够给他们的 我们也能够给他们 可惜张仪死了 秦国再也没有像张仪那样的 变才无双之人了 那太后的意思是 代我请各国使臣前来咸阳议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见太后 拜见太后 五国使臣已经进攻 既然他们对我秦国各有企图 只怕没有一个是好打发的 如何应对 朱卿可有高见 朱国邦交错综复杂 只能酌情处理 择善而从 那哪位爱卿 愿意不辞辛劳 担此重任 与列国使臣交涉 这少一句 就是丧权辱国 这多一句就是惹祸 调起事端 兵连祸节呀 既然如此 那就由朕亲自出马 樗里子 臣在 召使臣进殿 敢问太后 先召哪国使臣呢 自然是先意后难了 先召燕国使臣苏秦吧 太后有旨 请燕国使臣 各位 苏某先行一步了 请 苏先生请 苏先生请 赐座 向不必多礼 请起 赐座 苏太后 苏相 请上座 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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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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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